经济部20日发布2020年12月外销订单金额为605.5亿美元 首次单月突破600亿美元大关年增38.3% 不仅创下连时红记录也是历年单月新高 2020年外销订单接单金额为5336.6亿美元 同样写下历年新高 并较2019年成长10.1%为民国107年以来年增幅度最高 南韩媒体The Bell引述乐金内部未居民人士报道 乐金正慎重考虑退出高阶智慧手机市场 对此乐金电子执行长全邦席20日发声明表示 基于行动电话的市场竞争态势 是时候做出最佳决定 乐金对于手机事业的发展走向正在思索所有的可能性 中国大陆晶片短缺至今没有缓解 而且引发了厂商恐慌 日前有消息透露 有晶片制造商已经开始抢购制造晶片的原料晶片 黄博社19日的报道显示 有业界人士认为 大陆汽车用晶片缺货将长达10年之久 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不断增长 国内缺乏技术知识和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所致 也因串流平台网飞19日盘后公布财报资料 指出该公司第四季订阅户 新增850万户高于市场预期 也让Netflix在2020年底订阅户总数 首次突破2亿户 并宣布已经非常接近自由现金流正值 并考虑执行库藏股 预计今年现金流达到平衡 盘后股价大涨于12%至563.35美元 新唐人给他电视整理报道